张爸爸 我要问你一下 因为之前有采访过拿拉 觉得这次中文有涨进 我们也紧张努力学习中文 可是中国话真的很难 每个地方每个人发音不一样 所以到现在也 因为中文不同造成的小话 很多发生了 所以那种小话变成了 一段小品送给大家 小品 父女两个把有关中文的笑话 变成一段小品送给我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在舞台上 二位带给我们的精彩表演 掌声送给他们 东北的胡老乡亲 大家晚上好 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你们的耳朵真的很好 今天现场这么多人来了 我觉得学习中文 我们学习中文的很好的机会 我和张拉拉一起学习 你们可以帮我的忙吗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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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爸爸 爸爸 您在这干什么呢 又哪里遇到的中文跟大道道道呢 不选客车呢 要学习语言 就得经常说 即使说得不好 也要勇敢说出来 这样才能进步呀 对不对 张拉拉 你更懂北的朋友 真是文革好吧 大家好 我是张拉拉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爸爸 我都忙着了 你在我干嘛呀 我有个提议 我们这样好的机会 一起学习学习吧 跟你学习 怎么学 跟我学习中文 你们 我的中文那是正常的 大家都听不懂 学中文 对 跟你 对 我爸爸自己都没什么明白的 说实话 跟爸爸学中文还真的不正常 其实是这样 也要努力学习中文 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表达 就记得意思 才能更好的 和中国男朋友交流 你看一看爸爸 你看一看 在中国 到处都是有帅哥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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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